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洗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洗发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天天圈用户特权再升级 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天圈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 使用微信摇歌曲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实务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于继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青年演员李化 欢迎李老师 华仪嘉信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胡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有怎样的困惑 请看 我和他在一块已经 用一种物理化的形态来囚禁一段爱 这段爱都不会长久 那么今天我们的四位老师 会怎样帮助这一对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勇24岁来自贵州 是一名装修工程师 女嘉宾小勇24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留情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我愿意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是我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就去深圳打工 认识了他 慢慢的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是这样的 因为工作关系 从同事变成了恋人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在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女生有说到 是被自己的上司骚扰是吧 对 然后两个人离开了 你告诉我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是这样的 当时我和他在工厂的时候 他们换了个领导 那个领导刚去 也是30来岁的样子 老师就说带一些女生出去吃饭 他就是说也是经常瞒着我 说是加班 然后就是也是去吃饭 这个事吧 我感觉就是说心里特别不 不舒服 对对对 后来吧 就是说有一天发短信给我 说他去吃饭去了 和一个几个女同事 当时我也不放心 我就说打听其他同事 打听到他吃饭的饭店 也不是很远 我就去了 我在下面就是说大冬天了 我等了两个多小时 出来之后吧 你说就是说吃完饭都十一二点了 是吧 他非得去KTV唱歌 然后我一看脸也挺红的 那非得要去啊 当时我有叫你去 是你自己不去的 而且所有的同事都去 我不去 那么不合群啊 问题是一群女生我怎么去啊 你不去你我别说了 我让你先回家 你不回去 那你去哪儿了 我在那树底下抽烟吧 然后一会儿就遇到 他们领导下来了 我一看他们领导 因为他领导就是传闻比较多嘛 我心里也不放心 看领导在打了回电话 来了几个人 几个男的 两三个男的 然后也朝着那方向去了 我一看这事吧 搁谁我一想肯定不对啊 我赶紧打电话给他 怎么打他怎么不接 我没有听到电话 包厢里太吵了 后来我给你回电话 我也出来了 似乎不是赶紧走了吗 不是出来了 问题是不是你一个人 出来的 你们领导也在那里啊 他非要干出来 我有什么办法 关你们领导什么事 你是我女朋友 不是他的女朋友 说说我叫你走 你为什么不走 他以为是咱俩要吵架 他想把我拉走 不想让这场矛盾再发生了 你知道你还动手打了他 那就打嘛 只是踢了几脚 就是说推了几下而已 所以你别看人小啊 真急了 确实有能量 那我们最后被死 都付出了代价吧 都被开除了吧 不就一个工作嘛 迟了就迟了 大不了我养你啊 那也就是说 所谓的领导骚扰 就是这件事 是吧 对 好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我特别想问一下 唱歌是领导 约大家去唱歌的 还是你们自己想唱的 我们自己几个女同事组织组织的 领导当时没去 后来领导去我们也没在一个包间 然后她是 没在一个包间怎么就遇到了呢 我是在走廊碰到她的 哪有这么巧啊 她总是多想 也就是说 关于领导骚扰的这个段落 完全是男生自己觉得他在骚扰 而女生并没有觉得 过去的这位上司对你构成了骚扰 对 那辞了职之后 没有了这个领导 生活应该好了吧 怎么还闹呢 是这样的 因为她家是济南的嘛 辞了职之后 我和她一块来到济南了 到济南之后吧 日子过得特别苦啊 说实在的 那段时间 就说挺对不起她的 东西也没买多少 住的也不是很好啊 我那时天天想的 就是怎么赚钱 怎么创业 就是说 然后就找了几个朋友 一起干装修 做软件 做设计 然后自己接活也干活 就是说类似类点 但是说 这样的话 最起码领养活我和她 那时候她每天都回来 特别晚 我自己在家 一待就是一天 我就觉得特别无聊嘛 我就去找我之前的小伙伴 出去玩 可能有时候回来晚点嘛 她就总是不同意 总是说我 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们只是出去一块玩而已 你又不在家 你又不陪我 还不能找别人陪我吗 我是不在家 我是不陪你 但是有时候回来 我发现一男的 送她回来 我说过了 那男的只是 我朋友的表哥 他是帅到送我回来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知道你很单纯 因为我知道事儿 肯定不这么简单 因为男生比较了解男生嘛 所以说我当时去找了你朋友 过后之后我就问了他 他说我配不上你 然后飞着就说 给他表哥介绍对象 但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呀 我是算你一线一线一线的 是你不相信我的 说白了你就是去相亲 但是你不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我说 原来我不知道 怎么能算是相亲呢 你算被相亲姑娘 别哭啊 现在容易被 你确实不知道啊 我确实不知道 这个深圳的情敌走了 济南的情敌又来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等一下可以吗 你要给他擦泪去吧 体贴你 你自己擦吧 只给他就行了 心很细哈 还是喜欢他是吧 对 这男人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 这确实你朋友也说了嘛 是给他表哥相亲的嘛 但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嘛 我对他是一线一的 他总是怀疑我 后来我就知道 在小片里面 其实也提到了 你好像关他是吧 对 你为什么关他 怎么关 那是这样的 有时候回来就发现 他手机 他不是去洗澡了吗 我看他手机上就说 有个人给他发短信 说是什么 我想你了 什么亲爱的之类的 所以说那次之后吧 因为我做装修的嘛 我就把家里换了个门 换了个防盗门 因为刚好就说 工具上剩的嘛 然后就换了个防盗门 第二天早上吧 然后我就把门给锁了 锁了几天 嗯 锁了三天 你没回去啊 你第一次把我锁在家里一天 我要出去做活动 我就自己在窗户爬出去的 你把我锁到家里 怕我出事 把我关到家里 家里安全 我跳窗户出去 你又不怕我出事吗 你们家几楼啊 你们家在一楼 后来呢 后来我就从窗户里爬出 去参加那个活动嘛 回家之后 他就一直在说我 一直在说我 然后到第二天 他把家里的门和窗户 都安上那个防盗窗 防盗网 然后不让我出门 一关就是三天 他把我在家里关了三天 有的吃吗 就是像宠物一样 一天三天给我做吃点 从头的帮我出门 但是我刚做了一个活动嘛 如果我不吃的话 每天要给人家赔 一两万块钱呢 然后把手机给我拿走 帮我给别人打电话 你在济南做什么呀 要赔一两万块钱 我之前是做 回来几年之后 听到朋友介绍嘛 学了化妆 然后接了一个 那个团队活动的 那个妆面嘛 要做一个星期 第一天 他就把我锁到家里了 第二天就彻底出了门了 手机也没有 也没法跟外面的人联系 一锁就是三天 一天面临四面条 当时是这样的 我和他回去吧 然后当时也挺生气的 他也没有及时地跟我沟通 没有说这个事 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了一个小女子 都能做翻船出去啊 那别人的话也能翻船进来啊 我也想了 也是为了安全着想 也是为了他着想 当时我也是也怕挺失去他的 我今天晚上回来已经告诉过你了 为什么第二天就还要把我锁到家里 插一句啊 涉嫌违法 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不管对谁啊 这个事发生之后 两个人就来到这儿了吗 还没有 还有事啊 后来嘛 他不是他朋友过生日吗 他去啊 然后我的确是没时间 也很忙因为 叫你了 叫我了 因为我特别忙 因为我的考虑就是说两个人的就是说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什么 他去就是说去吃饭嘛 我回来都12点了 12点还没见到人 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一直打一直打在家 我也挺着急的 最后好不容易打了就是说快一个小时啊 手没电了 然后他终于接了 但还不是他接的 他朋友接的 我听那个声音的样子 就是醉得已经不行了那种 谁醉了 就是他朋友 他朋友醉了 也是一女生接的 最后好不容易听见弟子 我赶过去的时候 刚好遇着他出来 醉得都不行了 刚好一个男人抱着他 正准备我往外走 当时把我气得不行了 然后我赶紧抱着他 他连怎么回来的都不知道 那第二天你就给我 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吗 让他们给我绝交 不让他们给我在一块吗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吗 就这种朋友交和不交 有什么区别吗 就带着你吃喝 完了一天也不干正事 就这种朋友有什么可交的 那你的朋友 他们天天带着你出去的时候 我怎么不说什么 我这么努力这么上进 就是只是为了我和你 就说能够一起走下去 能够给你更好的生活 就说我这本人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也需要自由 我也需要空间 你总是天天 把所有的时间都霸占着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我那是感觉你太单纯 我是怕你受到伤害 因为你一天 我又不是傻子 好人 坏了我能分不开吗 基于种种女生 就想跟男生分手是吧 对 男生还想挽留她是吗 对 这么长时间都过了 就说这么难 这么苦的日子都过了 是吧 就说现在稍微好点了 然后她走了 就说我感觉就说特别痛 你说我有几个问题想问 你跟她分手你心里痛吗 就是你想跟她分手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舍不得肯定是有的 但是她总是对我 我受不了 那不醉这件事 自己后悔吗 合成这样 我后悔过 我也向她道过歉 但是她就是 后悔过也道过歉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特别想问一问 关于电话短信的事 那人是谁 为什么发那样的短信 那个人就是之前嘛 一个追求者 我已经明确地 给她表过态了 我说我有男朋友 咱们是不可能的 但是她就是 一直给我发 一直给我发 我也没有办法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追你的人多吗 多 他们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我有男朋友 知道男朋友 很少时间陪我 他们知道你一个人 是搞装修的 他们怎么知道 搞装修的 经常不回家陪你呢 他们就跟我聊天嘛 他说你男朋友在家吗 我就说 那个他还在加班呢 然后他问我是做什么呢 我说是做装修的 他说哦 做装修挺忙的 非他不去吗 非他不去 因为感觉和他走了这么长 他也这么好 然后包括我都 随他来到了济南 想在济南就说 一直发展下去 如果他未来你娶了他 他还是这样怎么办 你还关注他 我相信只要有一颗坚持的心 他一定会改变的 哦 还挺顾着这孩子 好 接下来的问题 就交给我们的四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小伙子一直在声称自己活得累 你养他 你要挣两个人的钱 那你能不累吗 然后你累 你忙 那么然后呢 你就没有时间去关爱他 那他就缺少爱 儿哭得特别委屈是吧 追你的男人有没有比他好 有 都什么样的比他强 哪方面 我没和他们在一起过吗 我不知道 我感觉 如果跟他们在一起之后嘛 应该不会像他这样 总是什么事都管着我 会给我一点空间吧 这是你感受到的 还是他们跟你说的 我自己自己的想法 他们也跟你说了吧 你看你男朋友老管着你 而且整天要不就是管着你 要不就是不在家不陪着你 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 你看看我又有钱 想喝酒喝酒 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 不管你 怎么样 有没有诱惑 有 所以就会发生以下几件事情 被相亲 诉罪 还有人给你发短信说亲爱的 你回了吧 没有 为什么没回啊 因为我不想理他 你把他加黑啊 我感觉这样做会不会太绝情了 绝情 所以其实 他再怎么管 最管不住的就是你的心啊 女孩现在之所以 你还没有跟他说 我离开你 我个人觉得 你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理由 我跟你说的所有的话 其实说给你听的 小伙子 你看事情太简单 太冲动 有时又太自私 你们俩可能并不适合在一起 所以说认真地审视一下 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问题 对方身上是什么样的事情在发生 即使你在进行下一份恋情的时候 不正当的爱情的手段 一定不要去做 真正爱对方是要将心比心 而不是管住他的人 他 说你的评价 你认为是正确的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反驳他 你们都这么想我 我还没有这么想呢 他这么想 余老师也没有这样想呢 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驳呢 我没有这么做 那为什么刚才不辩驳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很生气地指责他 曲老师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身边的朋友都可以证明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或许我某些行为不对 但是我绝对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个人 我一定会这样说 所以我只想说什么呢 一个是成年的女子 却偏偏像个孩子 一个是同龄的男子 却偏偏要把自己当成父亲 你看看 就是这个样子 楚楚可怜 憋着嘴 而且 有任何问题过来的时候 你通常不会用明确的语言来描述这个问题 就摆出一副这个样子 一个成年的女子就应该有事说事 一是一二是二 我是有男朋友的人 我就要对别人冷眼拒绝 但是你就是这样的样子 我几乎都可以想象 你跟别的男子在一起 聊天的时候的那副样子 你自己太像个孩子 智商太低 还有一点 我几乎可以料想一个男人想从你嘴里套出一点你自己的家庭信息 几乎是一说一个准 你什么都会竹筒到豆子一样 把家里所有的事跟别人说 只要别人愿意问 对吧 说的好听就要天真烂漫 说的难听就要没脑子 你是个成年女性 别人问你什么你都告诉别人 那些跟你不相识的人 你说关你什么事啊 我有男朋友 他干什么的跟你有关系吗 他什么时候回家 回来时间有多长多短 工作忙不忙 跟你有关系吗 那是我的事 我的爱人 但你偏偏把这事都跟别人说 但男女之间一旦你聊了第一句 就会有聊第二句 当你打开心扉的时候 别人走进来你还管得了吗 你喝醉了以后 别人把你撑出来 如果男朋友不在 别人想干什么 你会任人鱼肉 你还有一点防备能力没有 我不是说你要故意这样 人很坏 但是你太没有防备心 太不长脑子 所以你该管 当然不应该像他那样管 所以你不要再憋着嘴了 而对于男生来说 其实你内心也很脆弱 你口口声声说相信他 但其实你内心压根就不信任他 你刚才有一句话 已经很俨然地表现出了 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就是说他太天真了 我知道你的不信任他 不是说他是个坏女人 而是你不信任他能够 独自地去面对所谓的险恶 但是你又有这样的防御心理吗 你也不行 所以说一个男人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有的时候确实应该像父亲一样 可以让他依靠 但有的时候也应该像个儿子一样 让他来疼爱你 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 我没有看出在生活当中 他有多么去关爱你 倒是你操碎了心 而你呢 有的时候你也得像像母亲 有点母性 让男人来依恋 你刚才那句话真是让人伤脑筋 你怎么说的 你说 哎呀你都不陪我玩 那我还不允许我找别人玩 你就没点正事啊 哪怕是把你关家里面 你做点别的事也行嘛 他说他养你 你还就真让他养 还好意思说 我就像个宠物 你是真的太不懂事 所以我说 那首《快知人口》的诗 怎么说来着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跑 自由这个东西 一旦打破了平衡 就一定出现了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 有脑子的女人 就不会轻易地 让别人了解你的信息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女人 就应该知道 怎么疼自己的男人 知道自己的为难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女人 就不应该像别人 被宠物一样关在家里 应该报警 来维护自己的自由 但是你没有这样去做 所以你让别人 怎么来对待你呢 所以应该让他自己去历练 跟于老师所说的 他自己不去历练社会 你以为你能把他养大成人啊 你教不了他那些 结果最后会变成 他愤怒了也长不大 你累死了也当不了这爹 所以赵川刚才问你 非他不娶吗 非他不娶 但在娶他之前 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以后不要多拦着他了 你老拦着他 挡着他 他什么也看不见 好吧 在他适时出现危险的时候 你可以去保护他 因为你是他的男朋友 但是你不能一手遮天 谎言一般都是这么说的 非他不娶 这99%是谎言 明天他不在了 你一辈子不娶老婆吗 我说这话的意思 没想让你回答 任何的事情 其实都不要极端 但他极端的时候一定失衡 别委屈了 老师们有些话说你说得对 失去编辑了 但是还不是一个坏女人 没有什么主观故意 可能客观就是不懂 不懂就学 没关系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感觉吧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这个心是真的 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感动你 一定会温暖你 希望我们一起能走下去 都说我们和好 以后我会给你机会 给你自由 给你自主的时间 让你自由发展 但是我的脱衣也希望你能看得见 我们在一起同甘共苦吧 算是 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但是我一想到 你把我关到家里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现在还没想好 到底该怎么面对 下面请你们交换手里的箱子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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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我们俩认识也有三年多了 我想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决定离职 自己去创业 创业初期也非常困难 应付多一些 没有太多时间去陪他 这样我俩就开始有一些矛盾摩擦 就慢慢的就开始不相信我说的话 老是觉得我在撒谎 弄得我心里现在是非常难受 以后该怎么办呢 有人在内心发问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更好 为什么你不可以接受我 其实在生活里 恰恰就有这样的矛盾点 你认为是对别人好了 别人感受可能是相反的 这一对的问题该如何解呢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胜26岁 来自山东自营公司 女嘉宾小胖25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业务经理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布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恋爱三年了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 追了 一年多吧 应该是对他特别好 你在小片里说的是吧 对 你怎么对他好 能跟我说说吗 比如说他中午比较忙啊 然后我会一个多小时坐车 去给他送饭 送水果 送了多久 送了多半年吧 那应该很幸福吧 跟这样一个暖男在一起 当时很幸福 自从他自己单干了之后 我们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他一单干 那你们就有矛盾了呢 每次都是给他打电话 要不就说我忙着呢 他有一些应酬什么的 比方说青年节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中午我一块吃个饭 打电话的时候 我中午的时候 我确实是和在朋友一块去谈戏 是啊 你朋友永远比我重要 你永远把你朋友摆在地位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 朋友和你是一样重要的 哎哎哎 朋友重要还是他重要 哎 朋友重要还是他重要 你重要 是啊 我重要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一直在忙一直在推我 我晚上咱们一块吃吧 晚上等到八点钟你还没过来 其实对这个青年节来说的话 我不是特别在重视 啊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国的人 我就一直 这更爱爱国的一块 我喜欢传统节日七夕是不是 啊 七夕的时候我们过了吗 你也没给我惊喜 当时青年节我不是最后 我也赶到了吗 是啊 赶到了那几点了 都快十二点了 你过去还有什么用吗 但表明我这个一个态度是不是 这个节嘛其实都是外话的东西 别太看重了 我劝你一句 就这不是小事 你 妈呢我见你家长 给我打电话 说你一块吃个饭一会儿 我行啊 我当时他说你快点下来 我在你楼下了 我下去之后 你见好我 你把我领上去之后 我一看你爸妈都在饭菜 都准备好了 我进去之后我多尴尬 那顿饭我吃的都在发抖 我是欺骗了你当时 我也是善意的皇爷 我父母着急想见他嘛 我要说带他去来我家见父母 他肯定不愿意 然后我就采取了一下这小措施 但是我也是特别难做 是不是 我父母想见你 你不愿意见我父母 那怎么办 那你也不能骗我呀 那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不是姑娘 你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吗 谈了三年多恋爱 以前都没见过他父母是吧 没有 以前为什么都没见过呢 本来说是见 他自从忙了工作之后 一直都说忙忙 我见到见不着 我忙我为了谁啊 我想咱们将来能有一个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当时说的 我不要求说你有房有车 我只想要求 我哪里对我好 有个微信的价 可是你想过吗 你还记得当时 你相中一件衣服 一千多 我看你挺喜欢 但是他觉得特别高 然后呢 就是说我不要 我觉得不太适合 我回头我就拿出钱来 就给他买了 当时你知道我事后 我一个月我都在吃泡面 但我觉得我不能 不想过这种生活 我不能说他喜欢的东西 我都掏不出钱来买 所以说我觉得 我要自己去创业 明白了 所以我就自己去 其实我要的很简单 我只想要一个微信的价 回到家有人陪 有人一块说说话 现在呢 我回到家的时候空空的 没人搭理我 我给你打电话 一直在忙 按理说呢 见对方父母算是大事 你不想见的意思是说 对你们这个感情 已经有点想放手的意思吗 对 今天是谁要来上这个节目 我想挽回这段感情 我确实妻里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做了这一切 我创办公司 我自己去打拼 我为这一切我为谁 我都快崩溃了 整个是特别愁眉苦脸 是说在你的生活里 他最重要吗 对 比公司还重要 比公司更重要 我不想再跟他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 他给不了我一种家的感觉 我不需要有多少钱 但是我只要有一个 温暖的地方 也就是说那个 他眼中很重要的 要给你的物质的东西 对你来说并不需要 我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但是 我只想要一个简单的 但是你能理解理解我吗 我这现在是创业出奇 我每天面对客户 我要笑脸相迎 在外面说我委屈 我去见你的时候 我也不能表现出来 平常太累了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 我能让人感受吗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 方便问吗 文化传媒做广告的 我每天这么多应酬 我喝这么多酒 我有的时候晚上 在路边我都吐 是 但你为了工作 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他们俩的对话 像太多的男人和女人 之间的对话 男人说我要给你 最好的生活 所以我没有时间来陪你 女人说我要的 不是你手握多少财富 我只想要一个 我随时可以依靠的肩膀 如果说她把公司关了 重回过去的状态 你还愿意跟她在一起吗 不知道 为什么连这个都不知道了呢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再去吸引她 她有欺骗你什么呢 就是情人节 或者有的时候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我一直在忙 她见客户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你至少你见客户的时候 你给我发个短信 或回个微信 这段时间都没有吗 她今天来的目的 我很明确了 是想挽留你 你今天来的目的呢 我来也是 她跟我说我在单位上 之后她过去找我 她说你得去那场天星 特别急 漂着给你买好了 我说我真的没空 我请假都请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我过来之后 这是她 你就太自主了 你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等于这一次上节目 也是她一个人的一员 而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一员 是吗 对 但是你还是被迫来了 对 四位老师 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的女朋友 她是一个比较容易 依赖人的女朋友 所以你做好了准备 如果你愿意跟她 走在一起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要放弃你所认为的爱的方式 以她喜欢的方式来去爱她 另外一个呢 作为女生而言 你要思考的 创业只是一个幌子 它只是一个替罪羊 热恋总是有一个度的 那么过了这段度之后呢 她就会松下来 即使她不创业了 她仍然还会出现各种的忙 因为她要生活 那么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 仅仅活在 理想的白雪公主的生活状态下 必然还会有新的问题出来 男人的价值 源于事业 作为一个男人而言的话 女人是她的自尊和尊严 如果你体现了价值 却丢了尊严 就是你的女朋友跑了 你拿着大把的钱 还有什么用呢 如果你觉得 自我价值比尊严还重要的话 那么这个女朋友就不适合你 我想劝劝女孩 改变一下你自己的心态 因为你们俩在一起恋爱 已经三年了 你还一直把你自己当作公主 我确实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 年轻人创业非常不容易 他可能急了点 我觉得挺感动的 他能在这么年轻 会有这个意识 你觉得你不要求物质 你什么都不要求 当你看到一件一千多的衣服 你喜欢 但是你的男人买不给你的时候 我觉得男孩 他的心态 你是不能够理解的 如果他真的爱你 他不会忍受 就是自己爱的女人 得不到这个东西 在我看来 这个男孩 他是对你有付出的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改变一下心态 问问自己 我能为对方付出什么 因为你早晚会变成一个 大女人的 你们之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在很多的家庭当中 情侣当中都发生过 我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拿近期的事情来说 因为近期 我换了一份工作 进入了下一个 我认为是男人事业期的 很重要的三年 然后我就会跟我老婆沟通 接下来可能这三年 我陪你们的时间会短 一个男人的事业背后 一定会有一个体贴的 懂你的女人在支持 而你们两个人 在对这个问题上 是没有一致性的 至少你们没有一种 用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 让他达成一致 男孩没有充分地跟他沟通 没有让他去理解到 真正你做这份事业 为你们两个人的未来 是何等的重要 浪漫有很多种 哪怕是一个短信 一个微信 然后一句问候 都是一种浪漫 比如说你在和客户 应酬的时候 你说我心里还有你 我一定会尽快地 结束这个酒局 一定回去陪你 这种问候是他需要的 也是一种浪漫 可能你不能在他身边 但一定要给他一种 你时刻在他身边的感觉 千万别只做事业 忘了他 而女孩呢 浪漫也是需要 经济基础的吧 浪漫也是要一起 过日子的吧 谁能靠浪漫过一辈子呢 不要把浪漫过于的形式化 点点滴机 接浪漫 为了他可以不创业吗 把那公司关了 刚才听老师说 但是 我问你可以吗 可以关 那倒吧 关得了吗 关不了 那为什么说可以关 但我可以关掉它 但是真是真关不了 因为我现在 你创业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我们将来 全部都是为了你们的将来吗 虚伪 如果问我 我可以不可以为我老婆放弃我的事业 我就不主持了 从明天开始 我一档节目都不上 我做不到 我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和我老婆和孩子的将来吗 虚伪 我也留恋这个舞台 我不光是为了挣钱 我也有我的虚荣感 我也需要这份事业的自豪感 为什么不可以坦白地说呢 不要动不动 以事业为名 都是为了老婆孩子 其实你也在其中 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和自豪感 不是吗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但是事实上 在生活当中 很多事干着干着就变味了 你比如说有些人 最开始 是奔着人去的 但是慢慢慢慢地 他看清楚了他身边的 一些可以获利的东西之后 他便忘记了爱情的初衷 他奔着钱财去 事业也是如此 但是每个人对于爱情的初衷不一样 我现在问你 你对于你当初 爱情的初衷是什么 我只想找一个对我好的 有一个温暖的家 然后呢 你希望对方怎么样 希望对方的话 是找一个体贴我 我说你希望对方能怎么样 不是老媳妇 你能怎么样 你说的全是希望你能怎么样 可以陪伴我 可以对我好 可以给家庭安全 你希望对方怎么样 你的爱情初衷是什么 你希望对方能对我好 我说你希望对方能怎样 不是对你好 你不希望他快乐吗 他没想过 所以说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想的全是自己 你的爱情初衷就是 找一个对我好的人 而不是我的爱情初衷是 我希望他能快乐 所以你的爱情的初衷就有问题 很自私 我问了你三遍这个问题 你始终说的是对方对你的付出 你的爱情初衷是什么 我的爱情初衷就是能够陪我一起 然后不管是我多么艰难 我们都完完整整地走下去 走一辈子 还有老师我打断一下 你刚刚说的虚伪是 每个人都有虚伪 都很虚伪 但是我还没有搭到虚伪的那个程度 你刚才说那话 我认为就是虚伪 但是我得跟你说一下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这公司 我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 我就让他我俩过上好日子 我没有搭到虚伪的那条件 说我公司多么强大 以后就要把这个事业进行下去 我现在没有搭到那一步 我公司才一年 我现在就解决温饱 我要带他过好日子 这是我的初衷 现在我现在目标还是这样 我没有虚伪 我虚伪的话 我现在就很自豪 很有钱 我要把这个事业做大 你可以有虚伪的资本 因为你做的事业比较大 不不不 我现在还没有 我事业一点都不大 但我承认我虚伪 对 每个人都有虚伪 但我的虚伪还没有表现 你承不承认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我就奇了怪了 问了你们两个人的初衷是什么 你们居然都是说 我要找个什么样的人 而没说我要给对方带来什么 你们还谈什么恋爱啊 自私的 是啊 就是自私啊 女生很坦诚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初衷就是希望 能够给我带来安全感的人 能够陪伴我的人 她没有像你这样去狡辩 最最惨痛的是 在虚伪面前 我们不敢承认自己虚伪 自私面前 不敢承认自己自私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反正我就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们的爱情初衷 都是希望对方 能够给自己带来点什么 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 文化公司 我太了解了 有那么忙吗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 你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时间 你是有可能跟她一起联系的 但是你没有联络她 是不是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你不是在为工作忙 对 她说的虚伪 其实就有那一部分的因素 刷存在感有很多方式 事业上是一种 跟朋友在一起也是一种啊 你要的是什么呀 所以如果一个女生说到了 我决绝地要离开 除了她犯一些小娇称 小娇羞之外 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这个东西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仔细想一想 回归初心 我们为什么创业 我们对这个女生到底怎么样 姑娘 如果还有爱 我也希望你冷静一下 千万不要想象要求 一个完美的男人 今天二十六岁的她 可能在横向地再比一比 她已经算是优秀了 要考虑 不说废话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岁 我知道我 两位交换箱子吧 谢谢两位请回 请关门 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5 4 3 2 1 请开门 5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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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原谅我 我会马上回到当初那样 公司可以不要 不能没有你 你傻呀 你越是这样 你公司又要搞好嘛 为什么哭啊 因为那时候我脾气也不好 有的时候经常冲他发火 或者什么的 他也不知道他这叫困难 来来来 站在这面对大屏幕吧 有礼物送给你们 别哭了 来来来 成功的情侣将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500到3000元不等的 旅游代金券 接下来的时间 由你们来喊开始和停 开始 停 哇 看见没有 听老婆的话 有衣串有饭吃 来 接下来有请 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 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吧 咱俩经历过这么多 风风雨雨 不要因为太多的 小的摩擦 影响咱俩 一直走下去 我爱你 谢谢两位 请飞 请飞 不管怎么说 还要祝他们幸福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进入到 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 林子一提问 说 涂老师您好 我和男朋友 年前办了婚礼 但没领证 她是个发型师 我发现她和别人 有暧昧短信 最近她把聊天内容删了 说怕我误会 我现在暂时 不想和她领证了 但之前办了婚礼 我该怎么办呢 婚姻是自己的 不是解给别人看的 如果在领结婚证之前 发现有关于 任何所谓忠诚的问题 都一定要把它解决 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 都是值得的 我们的节目是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订 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